这地方的话,按一下上下,它就上下了 再按确定就可以了,把它缝合起来了 两张把它缝合起来就可以,用这个地方 那位置还可以微调啦,微调 可是这个地方就是考场 它故意会把两张图档格式不一样 那也没有关系啊,你又把其中一张 本来GIF把它另存新档变JPG 再来缝图也可以啊 或者是我还教大家就是第二种方式 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把这两张的大小大概加一下 比如说宽度的话大概450 高度的话就两张加在一起 160加上83,就是大概多少呢 大概差不多251嘛,260好了 所以呢我就开一个新的影像 450宽,高的话呢就是多少 260多一点给它,或者260按确定 那我就直接把,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一张图放上面 这一张图放下面的话 我就在这张图上按右键全选 全选以后的话呢 我就用这个挑选工具把它拖拉过来就好了 这边按右键全选拖拉过来就好了 然后呢你再把它另存新档就解决了 就解决了,这样也可以做缝图啦 你不一定要用这个所谓的缝和扫描的影像 也可以做缝图 那只是说多一个动作就是开一个新的影像 450,260,确定 再来就是说把这个地方按右键全选 特别注意一定要标选选举工具才可以拖拉 那甚至呢,我刚刚讲过啦 如果你没有Foto InPage也可以做缝图 用小画家也可以缝图 小画家怎么缝图呢 其实这地方的话你可以小画家 打开来以后的话 你就直接呢 先开启 开启哪一张呢 小画家部分的话你就可以开启 下面就是零 我细叠嘛 先开启这个0307这张图 下面这一张有没有 按开启 然后就把它怎么样呢 编辑全选 编辑复制 复制好以后的话呢 再去开启上面那一个 墾丁的那一张 就是在03